簡單做料理,料理簡單多 歡迎來到簡單人生的明日之後啊 這次收到的是來自那隻茄的挑戰 那挑戰的內容是我們的蔬菜蛋餅 啊,蔬菜蛋餅怎麼做呢? 首先需要蔬菜跟晴蛋的組合 那麼為了還原出遊戲中一模一樣的蔬菜蛋餅 我們來仔細研究一下這張圖片 首先看到蔬菜的部分有紅色跟綠色兩種 那紅色雖然看起來有點像小番茄 明日好像沒有番茄這個食材 所以應該是我們的胡蘿蔔 那綠色的部分感覺起來像小黃瓜 好,這樣就決定了 我們就使用小黃瓜跟胡蘿蔔來做蔬菜 然後就發現...我沒有小黃瓜 好險打開童區的冰箱裡 竟然有胡蘿蔔跟胡蘿蔔呢 嗯,真的是太好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首先拿出在童區冰箱裡找到的小黃瓜跟紅蘿蔔 呃...這樣拿感覺怪怪的 嗯...這樣好多了 那首先料理的第一步 我們將這些蔬菜切絲 首先把小黃瓜 切成小黃瓜絲 再來準備胡蘿蔔 切成胡蘿蔔絲 我不喜歡胡蘿蔔的味道 所以不要加太多 你們看到畫面是這樣子的 其實實際上我是這樣子在切的 注意這邊不是慢鏡頭 我是真的這樣一道一道慢慢切 後來我才在廚房找到這個碗葉 呃...應該叫做剉槍吧 這東西對於切絲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家裡有這東西的話 不要跟簡單一樣 拿刀再切 接著將切好的小黃瓜絲跟紅蘿蔔絲 先浸在冰水裡面 這樣可以增加蔬菜酥脆的口感喔 接著打兩顆雞蛋 加點鹽再將它們混濃混濃 把蛋液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料理了 首先準備一個平底鍋 在鍋中加入適當的奶油 將奶油均勻塗抹在平底鍋中 再加入我們調好的蛋汁 記住因為蛋汁有加鹽的關係 蔬菜在最後一步再加入蛋汁裡面 不然我怕蔬菜會出水 等到雞蛋底部稍微成形之後 我們再快速的將雞蛋折疊起來 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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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起來 嗯 就像這樣子 好的 那麼一份美味營養又好吃的蔬菜 單兵就這樣完成了 看著金黃酥脆的外皮 臭漏著王者般的霸氣 這水嫩的蔬菜散發著少女的氣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啦 嗯 這味道真是妙不可言啊 所以總結前一天失敗的原因 我自己在用的鍋子是不適合煮這種料理的 所以我準備了一隻小吃的平底鍋 再來我們蛋跟蔬菜的比例也要重新抓取 之前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怕蔬菜浪費 所以我把蔬菜全部加入蛋液裡面 導致整個口感跟味道變得十分奇怪 之後調配抓出完美比例大概是10比1 接著開始烹飪 首先在鍋中加入大量的奶油 記住這邊奶油不要省 不然你很容易會得到一鍋的蛋水 接著把奶油加熱到開始起泡之後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蛋液了 等到蛋液開始凝結就要抬起鍋子 並且將蛋液往鍋邊推 這時候可以前後搖晃一下鍋子 會讓推的過程更加順利 之後等到整個蛋餅開始墊心 就可以嘗試翻面了 我這邊就是失敗的例子 因為太急著翻面導致整個蛋餅皮破掉 不過還好經過一番搶救之後 還是有把蛋餅救回來 之後就是小心的照顧與定型 等到整個表面固定之後 內部差不多也就熟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準備出鍋囉 接著給大家看看成果如何 這次比上次成功太多了呢 看上去就十分有食慾啊 所以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試吃環節 左邊的是我私下做的失敗作品 不過秉持的不浪費的精神 我還是會把它吃完的 嗯 好吃好多喔 好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天拍影片收音都非常有問題 所以我都是用後製錄音的方式來幫影片配音 這邊想說的是蛋香味十足 奶香味豐富 比上次吃的小黃瓜蛋餅 不知道好吃幾千萬倍 入口是奶油的甜 咀嚼之後是雞蛋的香 最後尾韻會有小黃瓜的脆度和一點點蔬菜的清爽 整體來說還算是一個不錯的料理 接著我們來試試看左邊這位選手 嗯...一陣咀嚼之後...只有... 呃...你懂的 嗯...就是這樣子 嗯... 以一份早餐來說 蔬菜蛋餅真是營養又美味的餐點 但如果大家在家裡無聊 有空可以試看看喔 而目前更新至今明日也多了400多樣菜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在家裡挑戰看看 所以這邊簡單也要來出個題目 題目是明日食譜中的任意一道料理 而挑戰者就是各位倖存者們 希望各位倖存者們也可以留言上傳照片 來分享你的宅料理 最後是防疫期間 希望大家 親洗手喔 不可以群聚 防疫就好好給我帶在家 不要亂跑出門啊 大家出門記得要帶狗罩喔 維持親洗手的習慣 外出太危險 在家玩明日做安全 隨便 對 為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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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